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欧元区增长前景面临下行风险 欧洲央行的吉恩多斯表示 韩国加密货币之王德康恩的引渡获得黑山批准 为什么美国在印太地区贸易上的失败很重要 香港交易所运营商将推出中国国债期货 口误 中国大陆在英语技能排名中下降了20个名次 请大家收看 欧元区增长前景面临下行风险 欧洲央行的吉恩多斯表示 彭博社 欧洲央行ECB副行长路易斯 德金多斯警告称 欧元区经济当前的增长前景存在风险 可能表现不如预期 通胀、全球动能放缓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 意味着该地区可能在2023年下半年停滞不前 并且预计本季度经济表现将类似 吉恩多斯表示 如果出现偏差 经济增长可能低于预期 ECB最新预测预计 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0.7% 2024年增长1% 但最新数据将于12月14日发布 尽管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利率上调 但市场预计央行已经达到了紧缩周期的高峰 11月份的商业调查显示欧元区增长乏力 而价格压力仍然高起 投资者目前预计4月份会降息 但官员们尚未讨论何时可以降低借贷成本 吉恩多斯重申 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将有助于通胀回归ECB的2%目标 韩国加密货币之王德康恩的引渡 获得黑山批准 南华早报 黑山法院已批准将加密货币企业家郭道全 引渡至韩国和美国 郭道全是Telephone Labs的前首席执行官 他在美国面临数十亿美元欺诈指控 他和他的盟友之前依使用伪造护照 在黑山被判入于4个月 郭道全已同意被引渡至韩国 但最终决定将由黑山司法部长做出 郭道全的律师和他创办的公司Telephone Labs 此前表示将对美国的指控进行抗辩 为什么美国在印太地区贸易上的失败很重要 彭博社 美国未能推进印太地区经济繁荣框架 IPEF协议的失败 使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经济增长面临风险 拜登政府在贸易问题上改变了立场 据报道是因为国会民主党人的压力和内部官人的疑虑 这一决定危及多年的谈判努力 也是美国重建全球贸易领导地位的最佳机会 未能推进IPEF协议 使中国有可能在该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同时也使美国失去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收益的风险增加 香港交易所运营商将推出中国国债期货 南华早报 香港交易所HKEX计划在香港推出中国国债期货 帮助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并管理利率和投资风险 该举措预计将吸引更多国际参与者进入中国的股票和固定收益市场 并扩大香港的投资和风险管理机会 HKEX将尽快公布详细信息和推出日期 口误 中国大陆在英语技能排名中下降了20个名次 南华早报 中国大陆在一项国际英语水平排名中下降了20个名次 但分析师表示英语仍然以足够的数量和水平被使用 以维持对外贸易和投资 EF教育第一2023年英语熟练度指数 将中国大陆排在113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82位 这与香港形成了鲜明对比 香港今年上升了两个名次 位居第29位成为中国英语最好的地区 中国大陆的下滑可能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公民 对这门语言的关注度降低了 苦苦挣扎的城市面临人工智能热潮 带来的更多痛苦 彭博社 人工智能AA的兴起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普遍 公司采用这项技术 预计旧金山和曼哈顿等人工智能研究 集中地区的房地产需求将上升 此外 预计高新人工智能工人的涌入 将创造对高端住宅物业的需求 相反 错过人工智能热潮的低线城市 可能会看到房地产价值下降 人工智能取代某些工作的能力 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失业 而是创造新的项目和计划 墨西哥经济增长超过所有预测 经过修正后 彭博社 墨西哥经济在2021年第三季度 扩张超过最初的估计 受到对美国的强劲出口 和强劲的消费支出的推动 与上一季度相比 国内生产总值GDP在7月至9月期间 增长了1.1% 高于最初的0.9%的估计 与去年同期相比 GDP增长了3.3% 墨西哥经济受益于美国市场的强劲和为美国提供服务的运营投资 以及消费需求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这些积极的数据可能会推迟央行在明年第一季度降息的计划 年轻的购房者能否将贝尔格莱维亚从沉闷变成嗡嗡作响 金融时报 贝尔格莱维亚 Belgravia是伦敦的高档街区 以其精美的花园广场和摄政风格的房屋而闻名 其充满活力的精品店和工匠咖啡馆街道吸引了年轻的人群 该地区的豪华新建公寓计划正在增加 这些计划吸引了三四十岁的买家 他们积累了财富 包括来自美国科技行业的买家 该地区的住房存量正在发生变化 今年前九个月贝尔格莱维亚37%的销售额是新建公寓 而2022年为20% 2021年为9% 然而并非所有东西都在出售 因为市场上有一种紧张情绪 买家对出价犹豫不决 除非他们知道其他人已经对该房产提出了报价 公寓的表现好于房屋 今年前十个月售出的公寓数量与去年同期持平 而售出的房屋数量则下降了26% 戏剧性的一周在台湾 使清美候选人成为领先者 彭博社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执政的民进党候选人 现在在明年总统选举中赢得胜利的道路更加清晰 因为主要反对派阵营之间备受瞩目的联盟破裂了 统一选票的失败可能会让北京感到沮丧 因为北京对赖清德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持批停态度 这一结果预计会减轻华盛顿的压力 因为赖清德被视为亲美派 美国与台湾执政党有着密切联系 并承诺提供4.8亿美元来增强该岛的军事能力 12米到自由 印度最后努力解救41名被困隧道工人 南华早报 根据一名调查此次灾难的专家小组成员的说法 最近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发生的隧道坍塌事故 是因为该隧道穿越了一个地质断层 并且没有紧急出口 救援人员仍在努力救出被困12天的41名工人 通过管道为他们提供食物、水和药物 印度政府已要求这个专家小组调查坍塌的原因 并提出未来建设的建议 面对巨大挑战 中国任命金融资深人士朱和新为新的外汇局局长 南华早报 朱和新被任命为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的党组书记 这个职位对于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和防范 美国加息带来的经济风险至关重要 朱和新是一位资深的中国银行家 曾任国有投资公司中信集团的负责人 他还被任命为中国央行党委委员 分析师们认为 朱和新在银行和市场方面的专业知识 将对应对中国的金融风险非常有价值 中东财富基金因与中国的联系 而受到美国更严格的审查 彭博社 中东财富基金正面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FIRS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日益审查 FIRS正在审查阿布扎比投资局 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的 几项数十亿美元交易 担心他们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拜登政府最新的行动 是对于北京有密切联系的实体的 更广泛反击的一部分 根据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数据 中国已成为中东财富基金 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司法管辖区 海湾地区对中国的收购和投资从2022年的1亿美元 增加到2023年的23亿美元 据报道 FIRS已要求访问几家海湾基金的内部账簿 以缓解美国的担忧 尽管中东实体到目前为止 一直拒绝向外国政府开放其全部记录 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穆尤丁 将辞去党主席一职 南华早报 马来西亚前总理穆尤丁亚欣 Mohidin Yassin宣布 他将于明年辞去该党主席一职 这引发了关于谁将领导马来人主导的反对党联盟的问题 穆尤丁自2016年土团党成立以来一直担任该党主席 并担任国阵反对党主席 他的离开可能导致内讧 并可能导致反对派联盟失去支持 反对党联盟传统上吸引更传统的马来人和年轻选民 而首相安瓦尔 伊布拉辛的联盟则吸引少数族裔和城市马来人 拉加德表示 欧洲央行现在可以观察到所有利率上调的影响 彭博社 欧洲央行ECB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表示 央行现在可以暂停并评估其紧缩措施的影响 拉加德指出 ECB已经使用了大量的弹药 并将密切监测工资 利润 财政政策和地缘政治发展等经济指标 以确定下一步的措施 上个月 ECB将利率保持不变 有证据表明 其紧缩行动正在影响经济 欧元区产出在第三季度出现收缩 然而 官员们警告称 由于统计效应 通胀可能在短期内上升 拉加德强调 将通胀带回目标的斗争尚未结束 ECB致力于实现其目标 一些ECB官员建议 央行应准备在必要时再次加息 尽管市场预计利率将在4月份降低 今日股市新闻 美国期货在缩短交易前踩水 雅虎 周五美国股指期货涨跌户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上涨0.2% 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在平盘线附近震荡 在包括塔吉特、Target和沃尔玛、Walmart在内的主要连锁店警告称 消费者谨慎消费后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零售业 欧佩克加在产量配额问题上的分歧 推迟了下次会议 限制了原油价格 与此同时 英伟达股价下跌2% 此前该公司推迟了在中国推出AI芯片 以遵守美国的出口限制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为大家带来最新鲜、有趣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内容多样 从欧元区经济前景的风险 到加密货币企业家的引渡案件 再到人工智能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以及墨西哥经济的增长等等 让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 欧洲央行副行长吉恩多斯警告说 欧元区经济的增长前景存在风险 可能不如预期 这主要是由于通胀、全球动能放缓 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 这一消息表明 欧元区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经济停滞不前 对此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后续的经济数据 以更好地了解欧元区经济的发展 接下来 有关加密货币企业家郭道全的引渡案件 黑山法院已批准将它引渡至韩国和美国 这对于该案件的进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将继续关注后续的发展 以了解这一案件对加密货币行业的影响 另外 人工智能的崛起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预计人工智能的普及将带动对人工智能研究集中地区的房地产需求上升 同时也将创造对高端住宅物业的需求 然而 错过了人工智能热潮的低线城市可能会看到房地产价值下降 这一情况提醒我们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需要与时俱进 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此外 墨西哥的经济增长超过预期 受到对美国的强劲出口和消费支出的推动 这是一个积极的消息 显示墨西哥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墨西哥将继续受益于美国市场的强劲和消费需求 这对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有趣的新闻 例如 伦敦高档街区贝尔格拉维亚吸引了年轻的购房者 这对于该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总统选举中的领先地位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样 涉及的领域广泛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发展 以更好的了解世界的变化 同时 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简报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mind